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广东有一个6个人组成的小团体2打6,他们关注到散落在中国各地大量的烂尾楼, 他们寻找了中国60多个鬼城,并且已经走访了大部分,在里面喝茶、生活、睡觉、做作品,他们都是美术专业出身,其实是一个艺术团体,6个人分别来自广东的湛江、和园、清远和顺德,在粤语中二打六意为无关紧要的人物小角色,他们自嘲是艺术家里的小角色,备受房价困扰的巴林后, 于是就以二打六为团体命名,在五年里二打六深切感受到大城市和鬼城之间的荒诞,一边是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不起房,过得很憋屈。 而就在城市的周边,散落着大片的烂尾楼,形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二打六目前去过61个鬼城,遍布中国10个省份,南方比如广东的鬼城体量会小一些,偏多是住宅或别墅群。 北方的鬼城则更多是大型的规划区,一区一区整体的排列。 它们形成的原因却大同小异,主要是人为的,有的是楼盘的开发商卷款跑路,有的是楼房出了事故或有质量问题,被抛弃了。 有的是因为金融危机,地区留不住人,因为环境或政策变化,原来的计划就被搁置了,形成了今天这种空城的情况。 而这些的结局,都是让购房者成为市场的炮灰。 2020年10月底,二打六集结过去五年在烂尾楼的闯荡和所作的作品,在广州太古美术馆展出,展览墙上的那句独白,这么多房子空着, 那么多人又为了买房努力一辈子甚至抹掉理想,引发观展人的思考。 而这也是二打六起初要进行睡鬼城的初衷,既然有房没人住,那他们就去睡一下吧,他们立志睡到中国没有鬼城。 1.大亚湾废弃民宅 二打六成立后走访的第一座鬼城,就是广东惠州大亚湾核电站附近的一个废弃居民区。 当年大亚湾核电站计划施工时,需要占用这块地,整个村子的村民都要搬迁,很多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就这么被井离乡。 有些村民收到消息,政府承诺居民按照平米数给补偿款,当地村民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偿款,便在原有的建筑上疯狂扩建,整片房子被搭得面目全非,浪费越来越多,给整个环境造成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大。 最后村民补偿款如数拿到,整个村子立刻搬空了,留下了一片苍茫的框架。 2.河南封门村 河南封门村在中国算是比较出名的鬼村,当然二打六的成员们也得一探究竟。 到了目的地,他们众人站在写着封门二字的村口,不禁感叹,真不愧中国第一鬼村的称号,不仅荒凉破败,杂草丛生,还有辽斋的味道,这也是他们去的比较危险的地方之一。 他们发现村里留下很多后人来拜祖的祭奠用品,于是他们在这个村做了个作品《贴门神》,主要是为了驱邪保家安宅,带着某种理想色彩在里面, 希望这个村能重新兴旺起来。 而关于封门村的灵异事件,网传留言大概有如下几个版本,传说村民在一夜之间,全部人间蒸发了,传说这里的村民都是被鬼怪掠走了。 传说封门村有一所破旧的老房子,房子的客厅里有一把太师椅,整个村庄应早已荒废,所有的物品都是破败不堪,上面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 但诡异的是,唯独这把太师椅却是干干净净的,好像每天都有人坐过一样。 更加神秘的是,据说谁坐过这把椅子的人后来都遭遇了不测。 还有传闻说封门村的正中间有一个房子,客厅正中间本来整整齐齐地摆着两幅棺材,然而突然有一天,两幅棺材却一夜之间消失了。 封门村出名后,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 具有的人考证,这其实都是人们以讹传讹。 封门村的闲散与超自然想象无关,主要是因为地理原因被遗弃了。 封门村建立在悬崖峭壁上,道路狭窄,地势低洼,水源有限,没有交通工具可以直接到达。 想到封门村,只能从最近的高速公路下车,再步行二小时到村里。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村民的生活、医疗条件很落后,加上封门村的教育资源也十分落后。 于是村民们逐渐离开封门村,另谋生路。 3. 中山最豪华的烂尾楼 广东中山市圣贤山庄,是二打六不定期选择其中的一些鬼城进行回访。 他们2015年第一次到时,被雄聚在山上的庞然大雾震住了,那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烂尾项目。 在2020年年底,他们第五次去圣贤山庄,据描述五年来这座硕大的鬼城毫无变化,只是野草在疯狂地生长。 更加茂密了,圣贤山庄豪华的外表,被人们戏称为中山小布达拉宫,坐落在广东省中山市的长江水库旁。 据了解圣贤山庄最初的开发商是中山一家名叫财莲置业的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的规模不算大,初始资金只有600万元人民币,在网上登记的员工人数还不到10人。 这样的开发团队,似乎早就注定了圣贤山庄的命运。 从一开始项目就一波三折,动工没多久就发生拖欠工程款,导致停工的现象,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年。 才把外面的框架搭建好了。 山庄楼高16层半,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旁边有高尔夫球场,长江水世界和别墅群等配套建筑。 据闻圣贤山庄是朝着中山地标建筑去打造的,可主体框架建造好后,工程就再也没有丝毫的进展。 网传说是老板在澳门赌博输光了家产,也有人说是周边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一直到了2005年,香港有一名投资人看中了这个项目,决心轻力打造这座湖景酒店。 经过了近一年的周旋,在2006年的6月1日,新投资方终于根源开发商达成了收购的价格,并签订了物业转让协议书。 至于具体的整体转让的价格,在网上流传有好几个版本,大部分都说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位投资家为了做好这个项目,还特意考察了世界各地的湖畔项目,最后发现了美国密苏里州的湖畔的一家酒店的格局和圣贤山庄有着惊人的相似。 他立刻找到了这家酒店的设计师,邀请为圣贤山庄进行设计,决心将它打造成一座超豪华的地标市高端酒店和休闲保健基地。 到2007年的11月,该项目较顺利地取得了商业土地的使用权证,但最后规划许可证迟迟没有办下来。 据说是因为长江水库的问题,规划证一直没有办下来,新投资方动工没有两天,又被迫停工了。 现在圣贤山庄变成了不少冒险者的探险地方,偶尔也成了影视取景之地。 在山庄中有很多废弃的钢筋,二打六便重新电焊这些钢筋做成织木的样貌,呈现一种旺盛的生长状态,赋予其另一种生命力。 他们希望这些烂尾楼能早日迎来新面貌。 几年下来走遍了中国几十个鬼城,令二打六印象深刻的是安徽合肥的一次经历。 那次他们跟往常一样爬墙翻进这座看起来还不太陈旧的烂尾楼。 可坐在墙头上的一刻,里面的景色让他们非常吃惊。 原以为的荒凉一片杂草丛生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田园风光。 这令他们非常诧异。 要知道行走鬼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在烂尾楼里居住,还住得这么的精致。 好奇心驱使之下,他们走上前来围观。 没有建完的房屋被人工简单地做了修缮。 虽然与高品质的住宅小区无法相比,但正常生活也勉强可以。 建筑的其他地方被围栏遮挡,里面养着小鸡小鸭。 另外一边更加夸张,竟然养着几头小猪。 建筑外的空地被人打扫干净,种上了一排排蔬菜。 灰秃秃的荒凉工地上见到一片盈盈碧绿,不仅是扬眼,更像是绝望中凸现的希望。 原来这里被废弃后,暂时成了几位农民工的落脚之地。 他们白天在市场上打工,晚上便回到这里休息,这样不仅互相有个照应,连住宿吃饭的费用都省了大半。 二打六最后没有留宿在这幢烂尾楼里,他们觉得这幢楼其实并不是无主的。 抛除法律上的拥有,这几位农民工才是他的主人。 二打六其中一成员坦言,过去的十几年里,随着城镇化推进,中国各地许多建筑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房价也随之上涨,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涨了十倍。 他们作为85后,被这种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本身又不是富二代的出身,在城市里打拼,觉得非常难受。 五,内蒙古厄尔多斯 二打六探鬼城,最惊险的一次则是在内蒙古厄尔多斯。 到一个地方觉得已经很大了,到了下一个地方就是,哇,这个更大更猛。 等他们来到内蒙古厄尔多斯康巴石区,基本上整个人都崩溃了。 厄尔多斯康巴石区,在2015年几乎是中国最大的鬼城。 在过去煤炭兴盛的年代,康巴石区希望建一座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但随住煤炭业的衰落,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很多开发商跑路,新区建成时人口却大约只有15万,房屋入住率低。 二打六去的时候正好是冬天,汽车在路上开着,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 他们去到一个别墅区,每栋别墅占地都很大,整片小区大概两三千亩。 他们在别墅区逗留了三天,因为正是冬季,天气很冷几人决定早点返城。 为了省钱,一辆车里坐了六个人,但实际上这台车只能坐五个人。 偏巧遇上警察路检,只好将体型最小的一名女队员藏在后排几人的脚下。 查车时,他们当中有的人慌慌张张下车,电棍从车门上掉了出来,车里还有锄头,一瞬间特别戏剧性。 警察把他们带进办公室,后来他们交代了是在做行为艺术后,最后警察还是放他们走了。 这也让他们多了一份应该思考的问题,做这个作品会不会绝对属于安全的状态。 康巴时区的鬼城市二打六团队比较贴近理想的创作地方, 在那边团队一起完成了一些影像作品。 他们以广州为起点一路北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每隔两三天才能住一次酒店,人洗澡,设备充电。 那是一个月里为数不多的舒适时刻。 鬼城不好睡,早上五六点阳光会把人照醒,有一回在郑州,半夜下起雨加雪,冰水透过了睡袋,他们逃跑了。 当中有一名成员自称长得像钟馗通常负责首页,其他人钻进帐篷睡了,他就坐在营地外围守到两三点,身旁放住一把40厘米长的匹柴刀。 鬼城里当然没有鬼,有也不害怕,可以平等地交流。 他们更担心的是人,除了要小心避开保安,他们还撞见一帮人藏在废屋里赌博,见过地面留下的针筒。 二打六,躺过亚热带的红土地,闻见了厄尔多斯的梅味。 来到江西物园时,身后的烂尾楼都建着精美的码头墙。 在江西物园有一个鬼岛,只有一座桥,大约一辆车的宽度,可以通往这个岛。 岛上有五六十栋别墅,之前的规划应该是个度假村。 他们在这个岛上生活了两天两夜,它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灰派。 每栋别墅都建好了漂亮的码头墙,墙面上写了很多还钱字样。 走的那天,他们在桥头发现了整座岛的拍卖公告,应该是投资人欠了钱才让这个地方荒废了。 法院给他订了拍卖价,2000万人民币。 广州花都鬼城是他们最常去的一个鬼城,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一个别墅区,大约200亩地,旁边有山有湖,每一户都有主人。 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其中一个别墅还在装修,旁敲侧击地问了主人,说是整个一大片社区,就这个别墅区没有通水电这些基础设施。 再去的时候他们就没看到居民了,杂草丛生,每走一步,都不得不挥起长饼伞,拨开风涨的杂草,散落住形态各异的别墅。 大部分是出具雏形的水泥毛坯,有几栋刷住米黄色的漆,阳台装了裸码柱,还有几处未封顶的框架,承重住的位置裸露住几束钢筋,戳向天空。 登上高处,才勉强看清这片建筑群的全貌。根据楼盘广告的描述,这里占地340多亩,一共有166栋欧式别墅,每一栋都带有开场的潜亭,维和的后院和超大的地下室。 那几片没有房子也没有高树的荒草地,应该是广告里的私家停机坪和高尔夫球场。 现今只剩下一个保安防着外人静,二打六猜测,那些业主是买到了烂尾房,挣扎了一段时间,没希望就搬走了。 大部分鬼城没有人,夜晚没有灯光,月光很亮,这么多的房子空着,那么多人又为了买房努力一辈子,甚至抹掉理想。 还有那些建筑工人,鬼城里面的每一面墙都是他们一砖一瓦砌起来的,但他们可能花几十年也没法在城市里真正安家,这些思考让二打六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实。 2016年,他们在河南丰门村挑了一块砖,用电锯切碎,再将碎片,颗粒粘合成一款新砖,在北京的一座美术馆里展出。 2018年,他们从各地鬼城收集建筑工人留下的布鞋、毛巾、草帽和手套,用水泥重新雕塑,标识来历,像文献一样展出。 他们还用中国传统的踏印手法,把在鬼城捡到的废弃物件变成一幅幅水墨画作品。 路途中遇到的各种奇葩事件虽然不少,但并不是最令他们头痛的事情,困扰他们最久的始终是资金问题。 二打六的驻鬼城系列活动其实是非常烧钱的,这完全是个指出不进的项目。 他们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是在路上,路费是很大一笔开销,除此之外衣食和补充装备也都需要钱。 他们并没有其他外力赞助,所有费用都是自己解决。 别说是支撑下一次活动,就是负责几人暂时吃住都很困难。 为了糊口,二打六不出去探险的时候会找一些临时工作,卖画、家教、墙体创作什么都做过,但这样的工作收入是有限的。 有一段时间团队入不敷出,无奈之下,一名成员联系了一个高空更换广告牌的工作。 这是个赚快钱的工作,他们指出三人干了半个月就赚了十多万元人民币,但相对的危险系数也非常高。 几十米高空作业,专业施工队五天才能换一块广告牌,而他们三人一天能换两块广告牌。 为了赚钱也是拼了,可这种工作毕竟不常有,所以二打六还是经常在贫困线上挣扎。 现实很残酷,让这个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的小团体也不得不一次次面对离别。 2020年,二打六当中有三人因顶不住家中压力或因生活所迫,先后离开了二打六。 如今,二打六的团队成员已从最初的六个人变为目前的三个人。 有成员坦言确实很难,但二打六是一个灵魂,跟人数无关,就像一张画,画了二十年还觉得不好,虽然不会时时刻刻都在画,但总会继续下去。 当二打六以睡鬼城为主题的作品展在太古美术馆开展时,门票9.9元人民币,这新奇的题材吸引了一些人的关注,经过媒体报道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大多数人认为这六个青年是年轻人很好的榜样,他们能够聚焦社会问题,利用自己专业所长将土地使用现状展现给大家,引起人们对土地资源的珍惜和保护。 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二打六这是没事闲的博人眼球,有这时间好好打工赚钱买房是正经,睡一辈子烂尾楼也睡不来一套房。 二打六表示,他们始终认为,只要有人做就一定有人在看,再进一步,或许有机会这些鬼城还能活过来。 只要有讨论,就说明这件事有意义。 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像二打六一样的公众去提出并关注鬼城问题,以此推动鬼城早日迎来新面貌。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啊,下回再见。